只要你能把这四个动作做好 保证你能把手臂练得让阿诺看了流泪 罗尼看了都心碎 说实话我已经快半年没练过手臂了 没办法太大了呀 不能再练了 就咱这大胳膊 没有个40也有38吧 这教你练个手臂应该不过分吧 好先从二头肌开始 第一个动作必然是杠铃弯举 你不要管什么角度什么卧距 你是趴着做也好 跪着做也好 你只需要记得大臂夹紧身体两侧之后 就不要再动了 尽量去避免像我这样 身体和大臂大幅度的去摆动 第二个动作是亚铃的胶体弯举 在举起来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手腕一定要去做一个外旋 这样亚铃的意义才能体现出来 三头肌的第一个动作 那必然是仰臥的窄去推举 臥距略窄于肩 太窄的话手腕可能会不舒服 这里就不用可以挺胸了 也不用放得特别深 放到肘关节略小于90度就能起了 第二个动作是亚铃俯身必须深 大臂保持水平 顶端一定要收住亚铃 这个动作实在太炸了 你们一定要去试试 三头的好动作还蛮多的 但这两个是我比较喜欢的 其实这个绳索的质感下压也不错 特别适合新手 感觉好 而且简单易上手 就问您记住了没有 感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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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好